各位朋友,今天就大家讲,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比你高,比你壮的人,欺负你的时候,抓住你的衣脸,不松的时候也走 当他抓双手,当他抓住你衣脸的时候,还用你这个手,打他这个关节,一打之后,上步 老铁们,今天就大家,如果你经常参加体育锻炼,身体练特别壮的时候,遇到这种比你高,比你强,比你大的人,上步 但是如果你不经常锻炼,遇到这种比你高,比你壮的人,最好的方式是 今天就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,不需要太大力气,别人都会,当他双手,别人双手抓你衣服的时候,不松的时候,用你接两个手,一打一扣,变累,一变 今天就大家,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别人对你自身造成危险的时候,我们应该走 好,我们来演练一下,当他要回家打你个下蹲,然后看,腿跨,后面要快下蹲 我们看一下腿啊,这个腿跨这么高 觉得有点防御数啊,看,当这个人要上来抓你头,这一瞬间来使用你这个手,打他这个转,一打之后看,叹气了